我们作为辩证为物主义者 要大胆并且旗帜鲜明的去反对目前一种新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 一种新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现在是这个视频的热榜第一名 热榜第一名 就是那个什么渤海小利啊 是这样 渤海小利 这个是一个编制资产阶级 他的认同就是把编制当资本去积累 然后要做人上人 他把这种做人上人依靠编制 或者依靠权力 权力纽带啊 和就是把这个东西 当然他有个门槛就是编吧 他自己是个编制崇拜 极度的编制崇拜 然后是牧强 牧强啊 牧强 岩必胜领导 大智慧 圣能 牧强 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编制资产阶级 啊 就这么一个家伙 他们他把古代史里面什么世家相互抱团啊 然后利益分赃 统治阶级利益分赃的这些东西称之为所谓智慧 但是我对于他的这这些批驳其实不重要 因为他的骨子里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虚物主义 或者说他对于历史的把握是非常糟糕的主客主客二元的主客二元对立的 在这个意义上讲 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懂得何为历史 就是说不懂得何为辩证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历史 不懂得何为辩证法意义上的历史 辩证法意义上的历史 他这个历史啊有很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 但是他这个人类由于啊 他的历史 这个伯海小丽所讲的那些历史是所谓的人间权斗史 他的军事史也是权斗史 他的军事史就是权斗分赃史 就是权斗分赃 所有的军事战略 然后加一点点权斗分赃 加一点点对于地理条件物质条件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控制论 和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和控制论 那么这种功利主义的控制论 都是从比如说 现代科学技术 现代科技的那个理性 来评判古人的对于地理的利用啊 对于河道的利用 粮道的利用啊 对于武器兵器的利用 他是个主客二元对立的 他设想有一个权斗分赃的一个人类 人类主人 人类的作为主人的人类 作为主人和作为所谓的能动者的这种人类 然后这种人类呢 他就可以作为主人去驾驭客体 他是主客二元对立的 驾驭历史当中的各种要素 各种规则 驾驭这些规则 就是驾驭性之的 或者说 他顶多会讲讲有一点点 要对于历史的一些 他这个驾驭就是也是妥协 同时也是妥协啊 他就说在一个历史的局限性的一个时代 在一个局限的状况 你最大程度上 与这种这个局限相妥协 那你就能成为权斗分赃的胜利者 最大胜利者 比如说什么刘邦啊 比如说或者他刘秀啊 最大的胜利者 他写的历史里面 通通都是这种论调 他好像那个时代的局限 就有一个固定的局限 那个局限是一个客体 我这个主体只要去 切近这个客体 我就可以驾驭他 或者说可以和这个客体 达成某种和解 然后我这个主体 就可以在权斗分赃当中 成为最大的胜利者 成为能上人当中的那么一个 表面上看好像是 威风铃铃 但实际上是在颤抖当中和历史的逻辑相妥协了的那种 那种那种功训的实际上是对于什么天命啊必然性是功训的 那么这些幻想都是一种糟糕的历史虚物主义 他根本不懂得何为人类 也根本不懂得何为历史 都是非常幼稚的 It's ridiculous 都是非常幼稚的 他都非常幼稚的 他就是一个小利的水平 因为他完全忽视了意识形态史和文化史 或者我们不说文化史 我们就说交往史 他看待历史呃当中的人物或者说历史当中主体能动者和历史当中的其他的课题 那些比较僵死的或者说那些不得不服从的历史性的逻辑 他认为这两者的关系 他没有能力把它概括为一种文化史 或者没办法把它概括成一种交往式 交往范式的转变史 或者说他没有意识到就是说 意识在历史当中是会形态化 意识是被生产出来的 你不能预设一个把握历史的框架 然后有哪些人是天才领会的这些框架 哪些人不是 哪些人领会这个框架之后 就认了这个框架里面的一些重大规则 把握到里面的主要规则 你不能预设这个 因为这个框架不存在 这个框架是被生成的 你不能预设一个框架 不能预设一个把握反思 理解认识历史的框架 你不能预设先有一种主体性 就是这个家伙呢 他没有意识到就是主体性 是在历史当中被生成的 主体性的生成性 主体性是在历史中被生成的 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讲 主体性的被生成状态 意味着它是一种否定性 任何主体性的发生 它都是一种否定性 都是一种否定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如果我要说的话 我们 如果我们要把握历史 最基本的 你要对于你的意识发生学 意识的形态的演化学 意识本身的发生学 和意识的形态的演化学 这个东西被称之为精神现象学 要有把握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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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严肃的反思历史的前提 严肃反思历史的前提 是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 因为历史 当我们说它是一种叙事史的时候 历史当我们说它是一种叙事史 或者说它是一种解释史 叙事史 或者说它是一种权史史 我们或者写成解释史 解释活动 历史本身也是用解释活动 它不是用人家史的 就是它是一种解释 的话 历史 天然的具有一种反射性 具有一种反思性 反射性 反思性 我们会这样说 比如说要反思资本主义 要反思资本主义 我们作为后结构主义者 我们作为结构主义者 我们首先说资本主义史 它一定是一个人类意识的发生史 人类意识的发生学模式不一样了 明白吗 人类意识的发生学模式不一样 意味着史学范式也不一样了 资本主义史本身 它生生生产了新的 生产了新的史学范式 这种史学范式 就包括这个博海小历的那种 比较糟糕的那种史学范式 比较糟糕的 它的那个 不能称之为范式 这种史学范式 资本主义史本身 它是一种 我们说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作为辩知维吾主义者 把握的历史 一定是二阶以上的 它这次是二阶性的 二阶以上的 它是一个自反的结构 自己回到自身的 自己把自己的定义标准生产出来 自己把自己的衡量的 那个框架 评价体系生产出来 资本主义史本身 资本主义的历史 历史发展演化过程 本身生产了新的史学范式 这个史学范式 我们会把它叫现代史学 或者说是一种历史意识的 现代化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吗 都是现代史 这是一种历史意识的现代化 史学本身的现代化 就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但这一结构就已经是相互纠缠嵌套的了 它的关系就已经是高阶次二阶以上的 那么我们要说如果我们用结构主义 用或者用符号学来把握这 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 如果我们用结构主义来把握 那么其实很简单 用符号学来说的话 就是说主体性的发生 主体性的发生啊 现在必然要一评 或者说它这个主体性 看成是一种符号系统的一种功能 如果我们把主体性看成一种符号系统的一个否定性 自我否定的这么一个不停的一个运动倾向 一个否定系统不停的有一个自我中介的卫面 临时中介的一个卫面 这个卫面不停的否定它自己 但也不停的中介它自己 那么称之为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 它的生产 主体性的发生 主体性的生产 现在必须要经由一个 一阶的资本 一阶的这么一个资本的符号系统 一阶的增值性的 一阶的增值性的资本的这个符号系统 在生产出 也就是否定性的 它有一个根据 否定性的生产 有一个根据就是资本主义 或者就是资本主义 capitalism这个体系 这个符号系统 资本主义这个符号系统很简单 就是他妈钱不停的 指数增长 当然他在现实当中铺设的话 这个一阶的增值性的符号系统 它铺设下来 可能由于有那么多民族国家 但民族国家的核 运转了 他这个内在逻辑 或者说那么多享乐的分支模式 那么多 享乐本身是一个符号学机制 或者有那么多这个 物质生产的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符号学范式 铺设下来肯定这个 它是一层膜 铺下来肯定有它的层次 有它的高低 但是它是一层完整的膜 对于现代人类而言 资本这么一个符号系统 它是一层完整的膜 并且它是一层膜 它是一层膜 它像这个地形是这样崎岖的 但是就有一层膜 网膜被铺设下来 当然会有它的隆起 会有它的各式各式各样的视察 视察 我们大量使用理工科的符号 来叙述这个关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会说在资本主义时代 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史当中 主体性 也就每个个体的意识的发生 都是对于这种一阶资本的 这种符号系统的 并且是这一符号系统的自我否定 但是这个自我否定是 经由它的中介又不停的回来 又不停的回来 每个人都有最低限度的 无传阶级的阶级意识 它作为主体性从这里面发生出来 因为它是单调的差异的宠 单调的差异 虚假的无限 它是假无限 假的无限 质量的纯粹增值 增长 假无限单调重复 它会产生一种基本差异 这个差异 是假的差异 那么这种假的差异 就会有自反性 我要否定这种假的差异 因为它希望宣称自己是差异 它这个膜 又是和物质世界是 是接触在一起的 是物质世界本身的一种 生产运动模式 产生了这层膜 那么这层膜 它经由这层膜的中介 才产生了自我意识 也就是说 对于资本主义的这个体系运转的否定性 是现代个人的意识发生的基本模型 是它模型里面的基本机制 所有人都包含对于一个单调的一阶的一个增长性的指数性增长的这么一个一个想象图示的一个否定 这个否定构成了所有意识的发生学的一个基本环节 不说是它的起点 我说是它的一个基本环节 所以在这个意识上讲 由于主体性的发生 它一定是要从 从这个 这个一阶系统里面 就经过这个中介的 所以在这个意识上讲 人类 人类的作为历史的主体测 作为历史的主体测的人类 在这个意识上讲 就是你不能去幻想有一个面对着客体的客观的历史的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人类的主体测 不不行的 因为这个主体测是被生产出来的 就在我们这个时代 在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的主体测本身的生产范式就不一样 就和前现代不一样 懂吗 就和农耕时代不一样 但我们用变质维吾主义的方式对进行分类 并不是说我就是用生产模式分类 生产关系的主导样态 或者说主要的这个 我们是用它的符号形态学 它的符号系统的形态学特征来进行一个分类 在这个分类当中是主客观都是是统一的 但是是你先想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意识不是人性哦 是人的意识不是人性 你不要去幻想有一个我的秉性我的本性我的道德倾向伦理倾向 我的或共同体想象图示 不是意识本身的运作模式 明白吗 是意识维持着它有时间性的体验 有空间性的体验 有自我认同 有有 相应性的感知 所有环节 感知的 以及自我认识的 所有环节 以及概念性生产的所有环节 它已经是被物质生产所产生出来的这层磨主导性的这个这个范式所贯穿了的 要有这种 就是 所以说你必须具有一个结构主义的意识 意识的结构和意识的功能学的分析能力 在由这个意识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分析能力之上 引导到对于文化的批判力 也对于对于 以及对于我们当然说 意识的 形态学的 不是意识形态学 而是意识的形态学的一个建构力 在这个意义上讲 在去去把握现代不同的史学流派 在这些史学流派的差异和他们相互之间共同的缺陷当中 去切入到这个时代的历史本身 他在他的物质性想象途径 在他的观念性的想象途径当中 到底缺失了什么 到底缺失了什么 当然这些这个工作并不是说 哲学家或者说历史学家 一天到晚要做的工作 因为如果说一天到晚就是局限在做这种工作的话 那也会变成是非常单调的专业专业主义啊 那我要说的就是说 我要说如果说我要给出某种史学范式的话 我就会说 是人类的主体测和客体测 以及人类的客体测 以及人类的主体测和客体测的本身的一整个连系统 一整个连系统一整个他的结构和形态的一个一个范式 一个范式 这一个范式不停的在一个环节 就是说 我们不用连系统这个词 就是他的一个连续的辩证环节 一个连续辩证环节 有诸多种形态不停的更迭的一个辩证环节 他在历史的范式中在不停的变化 在不停的变化 如果我们要说十九世纪的十九世纪的历史 最高点是由黑格尔 就是历史的范式 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或者说是他的逻辑学 历史的范式就是按照逻辑学的范式在演进的 那么到了二十世纪 历史的范式 我个人认为是按照存在于时间的范式体系 或者说是时间概念史 时间概念史 孩子个儿的时间概念史 在这个上讲就是历史性本身 它是一个 就是符号系统的形态演化过程 这个符号系统 它同时把历史的主体 以及历史的课题都生产出来 它把历史本身的自反性的那个模式 模态给生产出来 历史如何反观到它自身 这一点 那么对于海德格尔来说 时间概念史特库告诉你 最后有一个 有一个 有 连接到一起的东西叫做时间 诸种历史的自反性样态 或者本质现身的 那种情态 全都连接到一起 那这叫时间 就是说 其实说在二十世纪 海德格尔那里 其实实现了对历史本身把握的 反思性的一种总体化 在这个上讲 在黑格尔那里 没有实现这种总体化 在黑格尔那里 其实没有实现 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 或者说黑格尔的哲学大权体系 最终的历史反而是 如果我要说 是离散的 他们的环节之间 看上去强调 要统一到一整个历史环节当中 实际上在这个上 历史就是诸环节不统一的 一个代称而已 诸环节不能统一 他必须要依循着否定性 自我超越 不停的阳气自身 这样运动 所以他是离散的 历史及历史不存在 对于黑格尔来说 历史就是历史不存在 历史就是绝对否定性 历史就是无法连接成一个东西 但是这一点被海德格尔 其实海德格尔是 黑格尔的铁杆粉丝 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是 这里面的这个时间概念 最后被坐实了 就是一个历史的形态 或者自反性形态 其实就是加以主体 对于历史加以终界的 而且是一种哲学性终界的 主体对历史进行哲学性的终界 囊括出历史演化的诸种形态 重大的不可归并的那些环节 现在被归并在一起叫做时间 叫做时间 叫做时间 存在与时间 此在 此在宿命就是把存在的这些历史化的这些样态 凝结在一块 连接在一起 这种总体化 遭致了二世纪的人类灾难 对于二十一世纪历史又发生不一样的意味了 但是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对于历史进行一个深刻反思的人物还不存在 可能是我 但是我我并不打算做这项哲学工作 I do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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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k this is a important quest primary quest it's not my primary quest 它并不是我的首要任务 我应该去创造历史 对不对 在这个意义上讲 在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总体化的话 它其实是还得要试图克服资本的一阶 单调的那种指数性增长的 其实是要克服它那种恶的恶的无限 那么还得就用时间对它进行一个总体化 您说在一点上或绽放在一点上就总体化的时间就天秘 那么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为什么说那种玩意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呢 啊 为什么说那个东西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呢 但已经讲过了 他明显把主体和课题看成是对立的 或者说看成是一种 我我我认为连康德主义都不如的 可能是一个 他都没有进入观念论的 甚至没有进入经验主义的观念论的 Empirical Idealism 他没有进入的一个 在我看来是那种 试快调和主义的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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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种经验论 他是一种经验论Empiricism 吗 我不是很确定哦 他可能是一种权力崇拜 一种范式崇拜 其实这种范式崇拜论 这个范式 他是一种范式崇拜论 他试图去把握历史的范式 但是他实际上做的只是在一个范式 只在一个范式当中去罗列其他范式 那么这个范式很明显就是权力 然后对他来说就是编制 那他又把权力和编制又解说成就是抱起团来分赃 抱团分赃 抱团分赃的 的那个把戏 那么就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是个小利马 可能是个小小的 you know you know 他的身份就是 他一天到晚目睹的就是这些东西 他在这个范式当中 去罗列或者去矮化 去罗列并且去矮化的一些范式 因为他并没有真正作为一个范式 或者作为一种principle 他没有作为一个原则去 principle as a principle of history of the system 他没有说在一个体系 或者系统的原则的意义上去理解 理解范式 paradrym的 我不知道范式怎么评 我都已经记不得了 我英文很差 我操 因为这个东西是个哲学术语 principle of the system 体系的原理 理智直观 谢灵的体系的原理 他就是知识学 飞机的知识学的一个一个术语 他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为什么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why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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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如果说他要 因为这意味着 范式本身不可能 你知道吗 因为他意味着范式本身 任何 任何任一个范式 归根底里不 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 把其他东西都 都 整体化 都都吸收干净的一个范式 意味着任何一个范式都有内在缺陷 所以这些范式才会面对其他范式的挑战 或者说 所以这些范式才无法面对其他的范式 一个范式就是他没法面对其他的范式 他有这种无能 范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取消的关系 但是由于他们又是共在的 他们又互相存在 所以意味着这些范式都他妈是猎牌货 但又意味着 我们无法去设想一个 征服了一切的范式 笼罩着一切的范式 毕竟一切被我们用来去指称 一切总是有一个例外 所谓的一切总体性 一切性 in total 算全了 他总会有个例外 就是使用这个总体化功能的 总体化者 他是个例外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基本的辩证能力 你能够理解我在这里说的话 所以这个家伙不敢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是因为他的政治意识 归根结底是被阉割的 或者说他的政治意识是处在一个 他通过他的失败来展现出他的政治意识 那我在这里就不能说 Jualism Multiplicity I can't talk much about it But I can use English term to Just describe this You know Up and down As this present 在目前 什么Up and down You know 但是这Up and down You know I can't talk much about it But you have A little bit of sensibility Yourself 那我们要在这里说的就是说 那么对于这一类人物呢 他的这个历史虚无主义 就是说他没根本上他的范式崇拜论 其实说他就是说他想表明他不崇拜任何范式 他罗列这些范式 但是他又在一个空白的他所幻想的空白的历史欲上面 历史场域上面去罗列这些范式 那么这个空白的历史场域 谁支撑着他 支撑他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他骨子里的那个范式 骨子里的那个范式 所以历史虚无主义 就意味着说他相信有一个范式是超历史的 有一个范式是不是范式的范式 有一个范式是罗列其他范式的那个厂 那个盘子 这个或者说那个桌面 那个白板 他把这个东西叫做范式 我们说的他那他这个范式是什么 就是权斗分赃啊 抱团分赃的把戏 编制权力 捆绑到一块去 他把这个称之为什么 他会有他当然如果往后推 他会说他是一种分工论啊 物质决定的分工论 他是个历史非常强 在历史上很强的 他有一个历史的硬度 他如果往后面推 他就也要伪装成 他是一种断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 他会伪装成这种东西 但实际上他是极端反动的 实际上是极端反动的 他会说 哎为什么我在这个时期 比如说魏晋南美朝的时候 就就要讲究抱团分赃 就是世家或者说 那为什么到了什么 魏博时期 我操那分赃的方式 就是什么牙匠什么这种玩意 或者说那种自根农里面的 呃 每一户都有一个出来当兵 这些玩意 啊 为什么有这种例 他会有一种 看似具有历史 印度的一个断代的 啊 物质决定的一个分工论 然后他也把这东西包装成是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实际上他 围绕着这个东西不变的 就是说那这些 博弈团体怎么来获得权力 怎么来获得 成为人上的吸血者的地位 然后去抱团分赃 他围绕了不变的一个主题 就是要去抱团分赃 围绕不变的一个主题 就是去崇拜那些家族的 或者那些利益团体的长久 并且他幻想着 在这些利益团体当中 一个个体死了 没事 另外个体就接续了 他有一种重复 有一种延续 有一种同一性 有一个历史本身的一个幽灵 在那里支配着 这一个个团体 或者那一个成功的团体 他的 他就去会幻想历史的幽灵 历史的一个 一个 作为一个 支配者主导者的一个幽灵 这个幽灵在 支配着主导着 哪些抱团分赃的 团体能够 赢 哪些不能赢 哪些抱 这个 那个赢的抱团分赃的团体里面 头脑人物死了 又会有 按照这个逻辑 或者按照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幽灵的 隐秘的一个历史的意志 才又会怎样延续着 冥冥之中这样去 维持它的同一性 发展去演化 那么这个东西呢 都是一种历史的唯我论 都是一种历史唯我论 都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 只不过这个我 就是这个幽灵嘛 就是这个幽灵 那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历史的幽灵不存在 It doesn't exist 历史的幽灵不存在 这是个双关 在我们这个时期 我们也可以说历史的幽灵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不存在 因为它在社会当中没有它的符号学地位 没有它在象征秩序当中的地位 没有它的分赃权 因为它就是被分的赃 它是客体 无产阶级是客体 所以如果历史的幽灵它存在的话 它并不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 它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 无产阶级存在具有其强大的客体性 并且是不断的维系着这么一个 整个历史的发生系统 不停的生产出它的主体侧和客体侧的 那个物质性力量 所以在这个一项讲 我们并不承认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因为它的屁股是站在抱团分赃的 那些潮流和派系 或者那些主导它所所谓的历史的主导逻辑当中的 当然不是 明白吗 当然不是 因为历史并没有输赢 没有计分牌 没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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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王朝建立了 就会天天空就会做个显示屏一样 把什么什么事例胜利了 什么什么历史逻辑胜利了 什么什么团体的某种什么伦理规则 伦理倾向性 或者道义准则 意识形态 话术 就他妈就胜利了 没有这种东西 不存在历史的显示屏 没有历史的显示器 没有历史的暴墓屏 没有历史的 比分表 它不存在 它不存在 它的这些东西都是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被生产出来的新的时光 它这种新的时光 功利的算计的历史的比分表 什么什么什么 哪个猛人又出事了 就如同一个什么 如同一个棒球比赛 三镇那个出局 换了一个谁 又过来做这个 这个挥球手 挥棒手 就 他 他对于历史的理解 就像对于一个棒球比赛的理解 那么这个 这个当然这是一个流俗的 市民阶级的小资产阶级 编制资产阶级 依赖于编制 想要成为实力者 想要成为人上人的这些小资产阶级 他们对于历史的幻想 这种史观是被历史的运动本身生产出来的 并且反过来又折射到历史本身当中去 然后反过来又变成他们的反动的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 前现代的 或者像前现代反动 或者说像 他就很明显要向前现代反动 他就幻想一个前现代 但是他所理解这个前现代已经是各种算力 算计的功利的逻辑 已经具有某种资本的增值性的那个基本逻辑 被隐含在其中 他会说是隐含在其中 因为他会认为一些范式 或者说一些重大的伦理的一些标准 一些门槛 他是可以 他是可以限制约束资本的一些逻辑的 他会有一个虚假的对于资本的否定性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所有的历史的基本逻辑 都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在垫定的 势力要扶植 要增长 要增值 要积累各种 要利用各种 最终描向的一个目的 就是一个游戏比分的增长 描向的一个目的就是分赃权的扩大 描向的一个目的就是这个分赃过程的自我重复 他认为这个分赃过程的自我重复 重复的越久 越代表这个历史逻辑就是正确的 就是了不起伟大的 或者就是应当有那些 有决策权 有管理权 有话语权的历史的主体 应当去服从的 应当去理解 去认可的 而哪些人越理解 越能够描述出 把握到这些逻辑 那么哪些人就应当从小力提拔成为 愿力 提拔成为幕僚 提拔成为左二 提拔成为 叶半人 所以我要说的话 这是标准 这种史观是标准一种小历史观 我们说小小历史观 历史观 我们要反对这种历史观 we have to reject this candle 这种历史观是缺乏历史性的 那么我们最后要说一下何为历史镜 historicity 历史镜本身 当然我们说它被 它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术语 历史镜本身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术语 因为因为一些标准都在变化 这是好像这种相对主义 我们不能我们不能精确的把握到那个主客 分裂好的主体侧对于克里侧的把握 历史性好像是这么一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因为一切历史 我们对所有历史过程的把握 都已经经过了当代的这种意识形态 冷静的一个折射 都是错的 都是假的 或者都是有问题的 历史性本来是说这么一个意思 但我们要说的就是说历史性 如果我们要真正领会把握历史性的话 它意味着就是说 history历史的抽象名词化 history 它的这个 historicity 它的抽象名词化 我就写个 it就行了 city嘛 去写个city 它是它是抽象名词 我后面加一个抽象 history 它不是historic quality啊 它就是historicity 就是历史的那个性 性就是它是一个抽象名词 它作为一个性质 那这意味着就是对历史本身是二 二阶的了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历史本身具有的二阶性 它后面再加一个抽象 抽象 抽象性的一个名词化 所以它是一个三阶 再加一个阶词 但是这个阶词是要把它拍平的 因为它名词化 它是个名词 拍平 通过再加一个阶词 把历史性拍平 如果我要说historicity 它意味着什么的话 它意味着这个 它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这个 那么拍平就意味着 我们重新把历史性把握为negativity 重新把历史性把握为否定性 把握为否定性 我们称之要说把握为纯粹否定性 那么这个就是黑格尔所做的 让历史离散开来 历史严格意上讲 最终它是去目的论的 没有目的可言 如果我们要说的话 它就是循环性 你就对黑格尔早期 中期来讲 历史的循环 在环节当中循环 不是说不是说在 一个定好了环节的 一个一个不是 我说的这个历史的循环性 不是说黑格尔指控中国没有历史 中国黑格尔指控中国没有历史 所以你并不能说 因为黑格尔指控的是中国没有历史 而不是说中国历史是循环的 因为历史对于黑格尔来说 是环节之间的 这环节都是本体论环节 你知道吗 本体论环节的之间的循环 本体论环节 就力学 力学环节 时间空间 运动啊 什么力啊 然后到后面就是说什么 然后再到后面到物理学环节 这些声光电 这些环节 懂了吗 这这些环节 然后再往来到化学环节 生物学环节 然后 然后人类环节 意识发生的环节 精神世界的各种形态 了解吗 伦理 伦理结构 伦理单元 这些环节 然后伦理单元到最高顶点得一只王国 那种共同体生存样态 共同体生存样态 又意味着某种精纯的理念 然后再回来 明白吗 再回到回到这 原初的一些逻辑学里面的本体论环节 再再到这后面的 就是自然的自然 自然哲学当中那么多环节 这在这个一项的循环 我们说的是这个东西 那么在这一项讲 我们说黑格尔历史 他的历史其实就散开来的 实际上他没有目的心 他没有目的心 这里面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环节 也可以说他是目的 那么多本体论环节 那么多历史的那么多环节 没有一个环节 可以说我就是目的 这都没 没有的 因为他是转的 那么黑格尔的纯粹否定性 就意味着放空这个 loosen this chain 放空这个历史性的 这么一个不停的 我们说不停的转域的 不停的转域 当然他在黑格尔局部看来 他是解释性的 他在前面一个环节的真相 是后面一个环节 后面环节真相又是后面环节 好像是解释性 克斯的意义上把握纯粹否定性 我们要知道纯粹否定性 他这个pure 意味着他是raw 粗重的 他就是说 他并不是说 他完全精纯的 不是说他在不是 他不是说在 在那个 因为纯粹否定性 他在 里面也有他的位置 纯粹否定性 在 逻辑体系里面 有他自己的位置 historicity 其实就是 那个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都经过当代 当代意识形态的折射 都脏了 所以我们没办法把握这些历史 二阶的历史性 要把它拍平 怎么拍平 靠实践 而且是靠革命性的 解放性的 真正的实践 把它拍平 拍平 一定是有否定性 要拍平他 拍平就意味着 他是一种否定性 而且是一种纯粹否定性 这种纯粹否定性 他的之所以是纯粹 意味着他不被中介 不被一个fall系统中介 他在fall系统当中 没有任何位置 甚至他不是位置本身 他不是对于位置的安排 纯粹否定性 在黑格的体系当中 作为绝对理念 就是对于位置的安排 对于环节接次 次第的安排 他这个理念 自反性的理念 他要安排他自己 但是对于辩制唯物主义来说 要把历史性拍平 变成三阶的历史性 或者变成一 我们算是说零阶的 没有阶词 也变成一个常数 不是XX一阶 它变成一个常数 那么在这个上讲 或者说变成一个东西 它的阶词不明 这个三阶拍平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玩意 在数学里面 它是几阶的我不知道 它是个常数呢 还是X还是X平方 X三四方 还是X根号 开根号 还是什么 不知道 明白吗 它上面那个密 不知道 那么在这个上讲 它就是 就是时间 我们就如果说 真的有历史性的话 那么历史之历史性 就是时间 就是而且是否定性的 纯粹否定性的时间 也其实就是革命 revolution 就是革命 就是 就是历史这个符号系统 不可压抑着 它的对于自己的 自己的否定 自己的 自己的本体论框架的 一个彻底的一个否定 那么这就是历史的最高的抽象性 这个东西往往被叫做精神 那么精神是头盖骨 那么如果我们是 我们是马克思路律者的话 我们就说精神是无产阶级 精神是无产阶级 精神是 或者说 就是 就是 他就是这种 如果我要说的话 就是你要意识到一点 就是 他是 去中介化 这是个去中介化 demandation demandating啊 这个去中介化 他的阶子是三阶的 你不能去中介本身 不存在中介本身 去中介化意味着不存在一个 media 不存在一个媒介本身 没有以太 以太不存在 如果我说我的以太假说 就是以太不存在 我的以太假说 并不是说以太存在 而说以太不存在 而以太的不存在 就是普遍性 去中介化 并不说 并不说 要要去幻想 有一个纯粹的中介本身 让我取消这个纯粹的中介 而是 要告诉你 历史 的运动 必然 如果他会持续的话 他会不停的中介 他自己呢 我们要取消这个中介过程 打破历史的自我循环 反思性的循环 打破历史的反思性的循环 那么这种反思性的循环的最糟糕模式 就是我们说的海德格尔的范式 海德格尔的范式就把它连缀到一起 用连字符连缀到一起变成时间 这是最糟糕模式 最糟糕模式 所以说 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海德格尔主义 应该说 再详细一点 应该说是早期海德格尔主义 早期海德格尔主义支撑的是纳粹 他在哲学上支撑的是纳粹 我们在现实当中的主要敌人是 任何原初的纳粹或者说法西斯可能走向纳粹 这是我们现实当中首要敌人 而在理论上的首要敌人是早期海德格尔主义 但是我们说的 那个那个小朋友的他的 他的历史体系并不是早期海德格尔主义 whatever 他可能是海德格尔 晚年在农村里面遇到那个农民的那个水平 他要去 不是晚年了 中年时期 他要去就任大学校长之前 有个农民 那个农民的那种朴素智慧那种东西 非常势力的那种朴素智慧那种外言 大丈夫不可一路无权 就那种货色 差不多这种东西 那我要强调一点 我必须要跟你们说清楚 I have to articulate it 我要把这个东西说明白说清楚 如果你是梅路旁地你就知道我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梅路旁地你会非常清晰的说我的历史 我所谓的历史性就是辩证法的冒险当中的一个模式叫做 我不是一个恐怖分子 我不是恐怖主义者 所以我并不认为你可以这么简单的概括 如果就是说那我讲的历史性拍屏第三阶词 它就是阶词不明 那就是恐怖的 It's terror You know, it's not It's not It's what happens every time It's not what happens in a severe crisis 它并不会说是仅仅在严重的危机当中才发生的东西 这种历史性它是不停地在发生的 甚至这个拍屏就是我讲的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是劳动者的噩梦 它每天晚上那么辛苦半夜非常绝望 但是第二天它依然能醒来 这个历史性如果我要说就是这个 每天早上能醒来 每一早能醒来又重新以一个麻木 但是又忍辱负重的 麻木但是又忍辱负重的 冷辱负重的一种 一种状态去 承受新一天的牛马 牛马生活 做新一天的牛马 所以我说拍屏这个东西 反思性把它拍屏 你们绝大部分情况把它拍成一阶的 X 那么对于一些老人你把它拍成一个常数 拍这个常数 常数A吧好吧 0阶的或者拍成一阶的 对于一些聪明人你把它拍成2阶的 X平方往往在这三个阶次里面 往往在这三个阶次里面 那什么时候拍成 根号X那它就是这种五里数啊 二分之一啊 二分之一那就是这种五里数 或者拍成X1.5次方 You understand 我觉得一形态 并不能够每一次都把 每一早醒来 冷辱负重的麻木的脑袋 就是这拍成是 确定好的这些词 整数这些词的 不一定的 It won't always win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啊 那么我也讲的历史性的话 我觉得说我们作为现象学者 这是用数学的方式在讨论 那实际上它的符号学机制 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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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A没有反思性 前现代人口老老民工 X1那可能是比较笨的 或者说被男权主义的那种享乐模式 俘获的一阶的 2的X平方的那 那些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反思性 那陷入相对主义啊 陷入那种观念论的啊 二阶 X平方那个水准的 X平方的可能的 形而上学的 反思性形而上学的 哎呀 它时时刻在发生 它时时刻都在发生 我并没有说在哲学当中要给出 我对于在哲学当中 如果我要描述实践 或者说要描述 解放 you know 它当然是不确定的 它的它的这个 接次是不确定的 它不确定的 因为 因为我没去做事情 我我我和我所代表的力量 we are not doing things in philosophy 我们并没有在哲学当中做事情 哲学这个场啊 在我们看来是不太值得去那样去 功成略地的 It's quite 有点多余 我希望你们 就是说 看那些东西 就是 我告诉你 最终我 我告诉你 就是说 呃 那个孩子啊 那个小朋友 那个什么小丽 他的接次是 就是 负一啊 如果有人说 他接次是负一 他接次是负一 明白吗 他试图是和 他的接次就是 x分之一 明白吗 you understand 这个一 这个常数项 就是他所设想的 那个历史的背景性的框架 那个不是范式的范式 那个原范式 权贵分赃 就是胜利者分赃 下面这个x 是他的主体性 那么他拼命要把这个人追求什么 他要拼命把自己的x变成一 或者变成二分之一 或者变成三分之一 或者变成四分之一 他会有一个自反性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看出来 他一让自 他 就是他有一种自我阉割的 他就觉得 历史是 一 是这么一个博弈厂 而我是他的倒数 我在 我是在下面 我是他的分分母 我的主体性 应当去反思和把握历史 就反思和把握 而不是直接成为历史的力量 要成为历史当中那个运行力量的 他的倒数 如果历史的逻辑是四 那我要成为四分之一 我或者是那个历史的那个主导性范式 在台面上的显的显范式是四 比如说现在妈的种田可以赢 那我就变成四分之一 或者现在搞裙带可以 那我要变成三分之一 他要取到成为这么一个倒数 显著的 然后一翻翻过来 他就会他自己所代表的 所所处的那个团体 他围绕自己 围绕他自己的那个 所形成的那个利益集团 就能够让这个显 潜在的 这就让他铺设到现实 潜在的这个 潜在的范式就能变成个显范式 铺设到现实当中 然后他一下子他这个常数 他就会变成一个常数 他就会支配一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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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带关系 我操就可以在我这个小小县城 那么小城镇里面 就可以一直分赃 一直你妈赢 懂了吗 只要我够限缩自己 只要我够聪明 反思到现在是什么逻辑最屌的 妈的我 我倒过来我在抱团 我按这个逻辑分赃的妈的 我然后 哎我这样去驯服我的内在 我就服从历史的主导模式 然后我就赢了 我就做资本家了 那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讲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所以在这他的他的本质还是X啊 还是一阶的 他的本质还是X 只是他就以一种另外一种方式 自我阉割的或者自我压抑的自我反思 自自我自我反对的方式 我我我要促成我这个这个我的分赃小团体能够分到最大的一笔 我反而我要拿最小的或者我要按照这个逻辑最不能狂妄 我要最谨慎的最最小心翼的就要成成全他的倒数 因为历史会把我翻过来会把我会把我 我知道这个真相 我知道真相是三 但是我偏要成为三分之一历史就会把我翻过来变成三 懂了吧 他就是说这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助长他去狂妄 而是助长他去谨小胜微的去自我限缩的 谨小胜微的去限制限制 所以他某种意义上他他就是对把历史的真相理解成是限制性的 历史是历史是上面的分子 或者说他最后成为那个整数 而我自己只是这个整数 我的作为主体只是整数的自我限制 这个三的真理并不存在于 他在对我而言 他存在于我要成为一个三分之一 我要成为一个 他的一个限制 他的一个反面 这个反面 只要我越按照这个反面来限制我自己 我越能够 他就要我 他就把他翻回去 我就成为 成为一个幕府幕僚 或者名臣大将 whatever 成为成为的分赃团体里面的出众的一员 公骨之城 whatever 成为这种东西 所以我说这这种历史性的他的接次是个负负一啊 负一 编制资产阶级或者说就抱团分赃 抱团分赃的小权小权力小权力崇拜分子 对这种东西我没什么多说的 很挫 他其实具有反动性啊 具有反动性 因为他翻出来东西 翻出来东西是一个千秋万代的 或者至少在他看来可以维持个几百年 数百年的 一翻过来 这个秩序就可以维持数百年 比如在他这个所谓的断代的 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断代的这种物质性 那个在一个历史阶段里面 他是很僵硬呢 他就这样去幻想 他并不知道历史的运行的时间性本身是不确定的 历史的运行的时间性 时间性也是主体性的一个环节 是要被生产出来的 或者说他至少是个否定性的环节 他被生产出来 这是一个方式系统的具有否定性的一个 一个超越的一个环节 temporality 时间性 它是一个超越的环节 就是transcendental trans transending 他是一个超出去的一个相位 但是这家伙可能他并不理解哲学 他对哲学义无所知 就是他就翻成一个常数 我他妈我的家族 至少我这一辈子 我的到我孙子三代人 我他妈的可以爽歪歪 至少六七十年 我这我现在二十五岁 我六七十年我到八十五岁九十五岁 我这一生过得爽了 他是个追求要成为一个常数的一个x 那么这个x只能把自己幻想是个x分之一 历史给自己翻翻转一下 只要他努力自我限缩历史 把自己翻转一下 就会取消掉他的作为一个有阶次的现代性 就会被扬起掉 那种不确定的增长呢 那种现代的单调性就会被扬起掉 而成为一个常数 在这种常数当中 他可以作为一代名臣大将 或者一个家族的一个伟大的创始人啊 发家之父的第一代 或者积累应得的一代啊 就可以那一直在那边 所以在这里上讲 他他是一个-1阶次 他是有有有一个阶次 但是他他他他他要成为一个零阶的 没有戒词 他就这个意义上他这种反动幻想 他这种现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意识 他是他是要像要像一种前现代的分赃完毕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架构去去反动 想回到那种分赃完毕的一个稳定可以稳定一两百年至少的 他想成为一个世家大族的一个头领啊 但是把这种这种操作过程称之为他所谓的智慧 历史会狠狠的耻笑这种东西 因为历史就是无产阶级 我们会狠狠的耻笑这种意识形态 并且在这种耻笑声当中 我们会对于历史有更深刻的领会和把握 呃我是 我是其实没有什么多好说的 好吧 刷字幕的时候一直会刷到这个人写的一两篇什么东西 什么这些什么中国古代几百战呢什么这玩意的 但是说我对里面这些东西评价不胜很高 如果说我们真的要了解战争史的话 可能说你要有具体现实的政治斗争经验 另外一方面呢你还要对技术史文明史 但是你还其实说我觉得我觉得这家伙他尤其我觉得他们需要技术史和科学技术史科学史 他们如果这些家伙要自救啊我我我给的建议就是说请你你的战争史要到技术史然后要科学史要到科学哲学史然后要到认识论史然后到本体论史就是哲学史啊 然后到认识论史然后到认识论史有这条路径走下来这条路径走下来这条路径走下来可以让你拖俗气 否则就是个三流人物啊要这条路径走下来 这一部分的话 知识学啊知识学啊知识学我不喜欢用知识论这个词 theory of knowledge what is theory of knowledge theory of what is theory of knowledge so what is theory of knowledge 我不喜欢用用知识论啊啊这三部分的话就是知识学 知识学史那里可能你要了解知识学你你你你需要知道一整个德意志哲学的道统了 然后就是最后要导向符号学要导向的是符号学啊导向符号学 再由符号学再回去的时候如果再往回走的话那就就就就不一样了 由符号学再往回走的本体论就会变成生存论 认识论就会变成意识形态学 科学哲学史就会成为 也应该是科学哲学史会成为这个现代技术文明批判啊 就是后面这三段啊都会成为一个就是控制论批判 它会成为一个现代的控制论批判 然后再到这里面会就导向行动了导向行动 you know他会一流人物是走这条路的一流人物是走这条路的 你一个三流人物 要往这下面走然后再走上去 不要做梦可以做幕僚了小朋友 是impossible你有什么跟脚吗 啊我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投入人民大众的怀抱当中 不要一辈子做个小例写那几篇跛脚文章 那我就讲到这里好吧啊我就讲到这里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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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